身体慢性发炎 离癌几率增 如果让身体长期发炎 真的要特别注意了 事实上当细菌或病毒入侵时 免疫系统会启动防御机制 若发炎状况一直存在 身体长期慢性发炎时 也会导致人加速老化 还会发生慢性疾病 甚至是离癌情况发生 医师提醒饮食一定要注意 保持良好运动习惯 台湾医药记者蒋志伟说 一直以来华人饮食西化 有部分食物经过加工精致之后 可能会让成分发生质变 尤其在日常饮食习惯当中 如果不均衡 就会促进发炎的情况 台湾陈姿化医师表示 大家爱吃的甜点蛋糕 还有一些精致的面包等等 这些高糖分除了容易让身体肥胖 造成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之外 也会导致身体慢性发炎 食物引起发炎 专家建议最好降低摄取 像是精致糖 精致面粉制品 红肉及加工肉类 反式脂肪酸 高油煎炸食物 陈姿化说 习惯喝酒 抽烟的人 那这些因为泥骨丁还有酒精 也会容易导致身体慢性发炎 蒋志伟说 医学研究报告显示 每十位癌症病人当中 就有两位不正当饮食 导致过度肥胖 酒精 与缺乏运动有密切的关联 台湾肿瘤医学医师蔡瑞宏表示 烟 酒 以及嚼槃 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怀孕妇 女吸二手烟之后 胎儿出生后 可能成为先天性的癌症患者 台湾儿科医师刘建宏补充 含糖类的饮料 会增加我们的体重 在我们体重过度增加的情况之下 身体会产生三种变化 第一个是慢性发炎的反应 第二个是胰岛素过度的分泌 第三个是肥胖细胞会释放磁激素 以上这三种反应最终都将导致 我们人体DNA的破坏 进而产生癌症风险的可能性 蒋志伟说 发炎对人体来说 是一个正常的免疫基转 如果身体长期处在一个反复发炎的状况之下 久了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细胞 最后不好的结果就是有可能会导致癌症 因此我们身体尽量还是要减少摄取 容易导致发炎的食物 刘建宏说 久经经过人体代谢之后会产生乙泉 一样会对我们的DNA造成破坏 过度摄取酒精目前跟一些癌症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比如说肝癌 食道癌 大肠直肠癌 以及乳腺炎 所以也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蒋志伟说 身体的发炎反应对人体来说是一种保护机制 比如说像是细菌入侵的时候 身体就要有发炎反应 来对抗这个外来的细菌 病菌 但是身体如果产生慢性的发炎问题时候 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长期的损伤 台湾李纯银医师表示 经常摄取油炸类的 或者是精致 高糖或是加工等等这些食物的话 它容易对身体产生这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反应 台湾李纬强医师说 抽烟喝酒这些东西 或者一些腌制品 以我们肠胃科来看 这些东西很容易加重胃食道 肝脏它们的负担 任何食物因为它不是天然食物 经过很多加工腌制以后 里面可能很多化学成分 也有一些不是原来的一些自然的元素 这些东西到了我们身体之后 我们身体虽然有能力 去帮它慢慢化解掉 可是会加重我们器官负担 医师提醒千万别让自己身体 长期处在一个反复发炎状况下 因为很有可能时间一久 就会产生不好的细胞 也有可能会导致癌症 因此唯有减少摄取容易让身体发炎食物 避免疾病找上门 健康生活编辑部